在西安出土的是什么呢 西安出土的是秦始皇的军备库 而这军备库呢 在西安出土轰动当地的考古学家 而在台湾出土的是什么呢 台湾出土的也是一个军备库 这个军备库是谁的呢 这个军备库是地表上 人类最强的兵团 赛德克巴莱族的 这个发生在83年前 你看这是一个历史的照片 赛德族的领导人 莫娜鲁道 那我们都晓得莫娜鲁道当时呢 他率领了赛德克族 立抗日本人对当时原住民的高压统治 这个我们在这个电影里头都看得很清楚 你看这是电影里面的片段 最后呢莫娜鲁道一看大势已去 最后电影中不是有演到吗 他在山洞里头 然后呢引誕轻声 非常光荣地去见彩虹桥 见他的祖灵 那他的遗骨在哪儿 其实那个时候日本军人一直想要找他 因为站在日本军方的立场 他当然希望能够把这个 起义的这个首领给抓起来 因为这样才确认他死掉 就我们讲人要见人死要见尸 是不是他一定要把他抓起来 他找不到喔 那干脆他就把莫娜鲁道的遗物 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你看把他焚毁 等于是想要给原住民一个警惕 一个教训就对了 但三年后 莫娜鲁道的遗体被找到了 被找到之后呢 当时日本人狠狠 他竟然把这个莫娜鲁道的遗体 你在他的这个原住民 尤其是赛德族人的面前 雷苏对这个尸体做出一些 很不敬的一些羞辱这样子 然后完毕之后 还不让他葬在故土 把他这个遗体运到日本去 你说这个是不是够狠了 一直到1945年 也就是民国34年的时候 才又把莫娜鲁道的遗骸运回台湾 在当时的台湾帝国大学 也就是现在的台湾大学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听 莫娜鲁道的遗物之前被焚毁 等于他没有任何遗物留下 没有任何遗物留下 所以等于所有的东西都找不到了 就等于是说 都焚毁了 都消失了 你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但现在有找到吗 这个 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 黄层层闪闪的这是什么东西 这叫脚踝上面挂的链 脚踝上面挂的链 你知道这个脚链 这个应该讲裸氏 叫怀氏 你知道这个怀氏 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佩戴吗 什么人 赛德克族里头的这些人 他必须两个条件 第一个 你亲手血润仇敌 或者你曾经砍下两个人以上 就指敌人 两个敌人以上的脑袋 你才有资格戴这个怀氏 不然的话 你是没有资格戴的 所以它是荣誉跟勇气的象征 有待怀氏就表示说 他有杀过仇提医 而且甚至他有杀过两个人以上 对 砍下脑袋 那这个怀氏 现在流露出来了 当初到底是谁把它收藏起来的 就是你知道那时候 很多收藏家对原住民的文化 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他就收藏起来 然后据目前传出来的消息是说 当时木纳鲁道他这个轻角戴过的怀氏 代表着荣誉与勇气象征的怀氏 是因为木纳鲁道他为了要筹措起义的费用 所以他以两块日元的代价卖给了 我刚刚讲日本的收藏家 那现在呢 在这个现代已经隔了83年的 这个历史交错之后呢 现在流露出来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怀氏啊 他所代表的当时那一段历史 是非常的非常具有意义的 所以这就是真实的怀氏 不但真实 而且是莫纳鲁道清角戴过的怀氏 所以清角戴过的怀氏出土了 也是目前我们龙卷风知道的 就是唯一莫纳鲁道有留下来的遗物 从日本收藏家流露出来的 那个年代还有另外一个 在电影里头各位还记不记得 有一对兄弟 他其实是原住民 他叫做花岗一郎跟花岗二郎 就是这边 但是呢 他们虽然是原住民 但是他们从小受到 日本帝国的教育 因此他们后来都当日本的警察 所以他们两个人 这对兄弟两个角色很尴尬 因为他们夹在自己的同胞 跟日本这两个之间 那他们这两兄弟 然后他又是日本警察 所以真的很为难 所以这两兄弟当时他们是 极力的在安抚彼此之间的矛盾 可是后来根本没有成功啊 没有成功之后呢 穆纳鲁道就跟这两兄弟讲 你们应该要起来反抗日本啊 但是他们两个人又 又又又又又又是日本 规划日本了 所以穆纳鲁道那时候 不是问他一句经典台词吗 他说 那我问你 一郎二郎 你们死后是要进入神社 还是要回归祖林彩虹桥啊 你知道这两兄弟最后选择什么 你说就画面中这个画面 对啊 他故意把他带到彩虹桥去嘛 结果你知道一郎二郎 他们最后决定什么吗 我既不帮这个 我既不叛变 我也不帮日本 我决定亲身 当然这是一个很遗憾的决定 那么 当时花岗一郎亲身 是用一把翻刀 所以你现在看到画面中 这个是真实剧情 翻刀在哪 也出来了 翻刀也出来了 也是一样 当时收集日 就是收集这些原住民文化的 日本财团 叫做九九间财团 他当时 有在事件发生之后 就把这个翻刀送到了 总督府的博物馆 然后呢 送到再送到台中中 就是现在的台中 然后展出 那日本的立场 当然说 他展这个翻刀 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他们惩治 叛乱与不法者的下场 那是他的立场 可是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看到了这个翻刀 就会想到当时那个 很令人血泪的一段 这其中一把翻刀 就是花岗一郎 又来亲身用的那把翻刀 好 你晓得吗 花岗一郎跟二郎 当时多么的无奈 我一直在讲 那是一段鲜语类的历史 花岗两 就是他们两个人 我等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选择亲身 因为 翻人的劳益 真的很多 日本人真的是 真的是高压统治 那后来发现这个事情 他们也被原住民抓起来了 那他后来无可奈何 选择亲身 等等 对 你看上面这张 是他们当时写下来的 一个遗书 所以从出土的这两个 当时写 这个是真实的一个物件 你就可以看出 那段历史 是原住民 真的非常应有 在电影情节当中 你觉得这些是杜撰的吗 其实不是 这些都有历史 看到没有 花岗一郎 花岗二郎 连他们的遗书 我们都已经绣出来了 但我们注意 在当时的战争当中 原住民的战法 非常的厉害 连日本皇军 挡都挡不住 日本皇军 在挡不住之下 他用了一个国际上 各个国家最痛恨使用的 一种战术 他用了这种战术之后 赛德克族 他们撤退了 好 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 在大关桥 跟仁爱桥之间 就是什么 就是人子关 你要从哪里呢 埔里进入物色 一定就在这 两个桥之间 所以说 但你进去的之前 我跟你讲 你会看到什么 你知道吗 看到什么 就是 山势非常险峻 然后麒麟怪石一堆 然后他们就会提 两行字给你看 一个叫 汉人止步 不然的话 就是生死自负 为什么 也就是说 过了人子关之后 后面的地盘 那个地盘 就不是非汉人可敬之 没错 这在日本占据台湾之前 其实就已经是这个样 汉人都知道 你上去 我跟你讲 恐怕你不能活得出来 好 大家知道了 这个地形的观念之后 就晓得说 好 OK 那 日本不是占领了台湾了吗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 因为要开始了解 原住民的生活 对不对 他就要到吴公伦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 进入物社之后 吴公伦东方 15.7公里的 赛德克族人汤的活动 看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对不对 好 日本警察就是 物社那边的 普理厅 普理知厅 就派了24名警察就进去了 我跟你讲 24名警察一进去 我跟你讲 马上越过了人址观以后 就被赛德克族团团围住了 围住了 你们进来干什么 不管 不管是汉人还是日本人 都不能进来这个地方 那200个赛德克勇士 对付100人 100多名警察 你认为谁会赢 那当然是赛德克会赢 不对 你会认为说日本人会赢 因为日本人的枪 日本人的装备 都是最先进的 对喔 赛德克他们只有翻刀 他们只有翻刀 猎枪 那都是土造的东西 对不对 对 没错 当时我跟你讲 那时候各部落都认为说 完了 赛德克族一定会被剿灭 结果事实是什么样 你知道吗 结果是什么 那个仗一打起来 我跟你讲 日本人根本不是对手 你知道吗 原住民一枪就一个 一枪就一个 他们用的是猎枪 怎么这么准呢 好 这里面也有原因 除了赛德克族非常英勇之外 另外 我跟你讲 日本人都戴什么 戴军帽 对不对 对 戴军帽上面 都有两个指头宽的 红色的帽 颜你知道吗 所以我跟你讲 赛德克人不但能够取 什么地形的掩护 他们一引入草叢之中 你根本日本人找不到他们 他们却也能够看到日本人 所以看到红帽子 一枪就一个 一枪就一个 到后来后世 都还说什么 日本人就是戴红帽子的人 这一场战役多惨烈 你知道吗 日本守备队的小队长 大腿肌肉被子弹贯穿 少尉胸部重弹 死的死伤的伤 连他们的警察里面的 少将都受伤 总共死伤16个人 三个人失踪 不得了 但是日本的警察对被弄得 被弄得打得灰头土脸 那那个伤口 猎枪一打到这边进去 那边出来像一个碗弓那么大 日本人吓死了 全部都退回 退回埔里去了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时候落花流水 好 你知道为什么赛德克人 要这么激烈反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进入 那个蜈蚣轮之后 我告诉你 这里就叫什么 古猎场 赛德克人的古猎场 你进到这个地方 是侮辱我们的先灵 只要进来 就是开战 所以说 不由分说 因为你们没有人先来谈 你就这样跑进来 而且这么多人 又是武装警察 所以开战 所以当时日本守备队 被打得落花流水 好 你知道吗 来明的不行 我就来阴的 来阴的 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他们就把 就把这些人骗来 把赛德克族骗来干嘛 骗来 喝酒 结果发生了 著名的姐妹园事件 这个是第二次的事件 第三次什么 就是知名的1930年代的物色事件 物色事件你知道吗 那时候打不赢 要抓谁 你还记得吗 莫娜鲁道 对 要抓莫娜鲁道 抓不到对不对 抓不到塞没办法 就违反了海牙公约 你知道吗 他们竟然用什么 用毒气 等一下 怎么可以使用毒气呢 怎么可以用毒气呢 这么卑劣的手段 而且他们用的是 糜烂性毒气 而且重点只是 对付这些原住民 为什么使用毒气呢 而且他们吸到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头像原子弹一样要爆炸 然后全身皮肤溃烂 然后我跟你讲 连这个事情传回日本 日本本身 日本政府也说 你们这样做 太不人道 国际战争法国 有规定 不能用这种 尤其还是糜烂性毒气 这件事情到最后 你知道怎么样 逼得台湾总督 十种阴障 当时的什么总务长 什么官 通通警察局局 都被换掉 连台中州知事 也自己寢职以示负责 这件事情闹得非常的大 你就晓得说 莫娜鲁道 他真的是 地表最英勇的战士 地表最英勇的战士 但是敌不上毒气 而在当时 过了人子关以后 横尸遍野 都是这些原住民的尸骸 可是我们注意到 既然事隔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如果前往这些山区的话 还是要注意 因为常常会有一些 灵异的事件 出现在那山林里面 川域 究竟有些什么事情呢 这个 因为这个整个战区这样子 从普务公路上来 在这个路段 其实死了非常多 这些原住民 那这个原住民 他们根本不是 有的不是战死的吗 你看刚刚有提到说 被毒气 被毒死的 还根本没有战争 有的是平民百姓 就被毒死了 对 都被毒死了 还不是战士 对 被害死了 甚至于他们那些居民 还有的被强迫上吊 所以说那个地方 几乎都拒绝了蛮多那种渊魂 所以说那个地方是蛮硬的 那有几个案例 就是说曾经有一对情侣 她是游客 他们是要去卢山温泉 那他们来到雾舍之后 他们要去卢山温泉的半路上 你知道他们中途有一个云龙 云龙桥 那个云龙桥 那个红色的大铁桥 那他们来到这个云龙桥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那一天是下雨 所以说他们又已经晚上天黑了 那他要赶去那个卢山温泉那边 那结果后来就在桥桶那边 那边下雨晚上都会起雾的 对起雾 对啊 对 事先又不好 然后突然间就是有一对 就是有两个女的原住民 她还穿着那个传统的服饰 背着那个竹笼 然后她就跟他们拦车 然后拦车 他们想说 当地原住民他们看他的穿着 好像就是可能就是 你知道早期的时候原住民 他们都都都服装没有什么变 他们都是穿这样子 那他们想说他们搭便车 他们就好心停下给他搭 没想到他们上车之后 那他们就是说他们要到 他们问他说你们要去哪里 他们说他们要去那个马赫波 马赫波就是那个莫娜鲁道的 莫娜鲁道他的那个故居 他住的地方 然后他那个刚好就在卢山温泉的上方 那他们说那反正他们要到卢山温泉 他们就载他一层 可是他们载的时候 他觉得有点奇怪 就是说那后面坐着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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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 这这这这对妇女 这对那妇女 他们都没有就是说面无表情 而且没有在讲 就不跟他聊天 然后然后很严肃的样子 所以说本来想要跟他聊天 后来看他们这样子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聊 就就想说就就就就载他一层 然后继续走 然后走的时候 然后他们一直来到了那个 当他们来到那个 那个卢山温泉的时候停的时候 他们回头说到了 没想到后面坐的那对妇女 竟然不见了 等一下车没有停 对 到了地点要停车 发现后座那两个妇女不见了 不见了 等一下 怎么会不见了呢 对 他们就很害怕 怎么突然 他们有没有开门 对没有啊 没有开门 凭空消失 什么 他们还以为他们看错了 他们赶快到后面 赶快开车门来看 没想到他们一开车门 哇 他们真的就很害怕 因为刚刚有下雨 然后他们有淋雨 所以他们看那个座位还湿湿的 所以说哇 他们看到这样子 就觉得表示说 他们刚刚真的有上车 可是他们没有下车 却在他的那个行径当中 就这样凭空消失掉了 那这是其中一个案例 那另外就是说 比较多灵异传说 就是在那个 莫纳鲁的那个纪念碑那边 那以前很多游客 来到这个纪念碑 很多游客突然就会 莫名其妙被人家拍肩膀 然后你回头看 你都没有看到什么人 或者是有时候 你在那边拍照的时候 你会突然觉得 你的脖子在那边会有热气 就是好像有人在你身 就是脖子在那边吐气 你说有人在你的脖子旁边吐着气 让你觉得脖子热热的 热热热 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好像有人站在你后面 可是回头看有没有人 他回头看都没有看到人 没人 都没人 没人但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热气呢 对 所以说那个地方就非常邪门 所以说在那个纪念碑 常常就有一些灵异的传说 那还有在传说最多 就是在那个人子关 因为人子关 我们知道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在那边屠杀死了非常非常多的原住民 那个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传说 你知道吗 那个以前很多车子 经过那个地方都会被那个弱石打到 然后莫名其妙就被砸死 那个地方已经发生非常非常多的案例了 那有一次我刚好也是半夜晚上从那个荷丸山下来 你半夜的时候开车从荷丸山下来 对 我去爬山 然后刚好从荷丸山下来 那我来经过物色的时候 我去那个便利商店买了一个田筒 然后就想一边吃 然后一边开车 因为我习惯是一边吃田筒 然后开车的时候 那窗户都会打开 我很少吹冷气 没想到快要来到那个冷止关的时候 我突然间感觉到非常的那个冷 你会觉得很冷 对 因为我不怕冷 你还吃着冰淇淋 我还吃着冰淇淋 田筒 结果你开着窗户你会觉得非常的冷 对 我觉得突然间 我都莫名其妙一直很 一阵很非常 阴风沉沉的感觉 阴风沉沉的感觉 我就不自主把窗户摇起来 我就把摇起来 窗户摇上来之后 我突然间就在那个转弯 就一颗那个石头小小颗 就这样子从旁边这样摔过来 等一下 落石掉下来 打到你的车了 就这样砸进来 我整个玻璃就突然间碎掉了 碎掉了 我整个人吓了一跳 我马上把车停在旁边 那停在旁边之后 我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那个落石的迹象 我就赶快把它开走 那我开到那个前面的那个修车厂 修车厂看到我来的时候 他就说车子被落石砸到 我说对对对 他说是不是在冷止关 我说没错 为什么修车骰幅知道 对他说常常都有车被砸到 就被砸到 都是来他这边修理 可是他说你还算很幸运的 上礼拜才一台车被大的 是大的落石 就这样砸到 整个车还翻落到那个山谷 那个整车四口人全部死掉 然后他说这个地方 因为就是常常都落石 莫名其妙砸死人 后来那个县政府 才把它做做那个什么 做那个人工隧道 防止说那个落石砸下来 所以现在到现在 这个也是在这几年才刚做好 所以说现在去那边 就比较没有那么危险 不然的话 一般我们开车那边 要非常注意那边的落石 仁子关这个地区是以前的古战场 但说到古战场 台中的古关也是个古战场 死伤了非常多的原住民 但我们注意 在古关往上走 可以走到那百岳的大剑山 大剑山上最近出事了 有一团登山团 他们到了那里之后 其中有一个登山客 他说我就在那大剑山上 再多照两张相片 再下山 结果人失踪了 我跟你讲 两分钟就可以定你的生死了 你知道吗 四天之前不是很久 四天二十一号发生的事情 有一位登山客叫黄启涵 他参加了两天一夜的大剑山 就是在大剑山 我跟你讲 这大剑山 就是百岳石郡里面的石郡之一 是超难爬出了名的 好 两天一夜总共有两支登山队 五个人 结果下山的时候一点名 少一个人 两支登山队就少了黄启涵 奇怪了你知道吗 结果我跟你讲 你知道吗 他们其实在登顶之前 山上的温度呢 山上的温度零下十度 因为这几天刚好都冷气团的影响 而且冰天雪地你都看见了 所以也就是说 山上的步道 山上的坡渡 全部结满了冰 都已经结冰了 所以你晓得 那就很滑 非常不好走 不好走 更不好攀爬 如今你不见了 我还要回头去找你 我跟你讲 公大剑山来回半天 所以他们这些登山队 一定会先把装备 重的装备 比如说帐篷 睡袋 会放在哪里 会放在比较下面的 游婆来营地 只带的轻装备就上去了 好 结果找不到他 对不对 大家就准备要找人 也就是说他们的重装备 摆在游婆来营地 之后再沿着山林线 一直到达大剑山 但是现在人已经要下来 发现在大剑山上 少了个黄启涵 少了个黄启涵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非常危险哦 他如果说没有赶快找到人的话 就完蛋了 好在中午的时候 但为什么才两分钟 人就不见了呢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啊 其实黄启涵就讲 他中午的时候 终于跟其中一个队友 打上电话了 他说没有啦 我只是想再多待个两分钟 看一下大剑山顶峰的美景而已啦 这样子哦 好好好 那么我们回头去找你 可是你知道吗 才过两分钟而已 他们沿着宫顶的路线 怎么找 怎么样 甚至已经快到封顶了 就是回到封顶去 等一下黄启涵他居然又打电话 跟他的这些山友们说 对 他在山顶上多待一下 要多待两分钟而已 那为什么反而人就找不到 就你回头去找他 你完全找不到 这奇怪了 但你注意哦 整条路也只有这么一条 登山路线啊 对 我告诉你 在讲话 在想 在呼吟的同时 山上的天气完全变了 就跟我们你刚刚讲的一样 马上变到你 我跟他讲天气骤变 那个风雪更强 风势更强 强到连 连这些登山队友们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赶快呼救 我跟你讲 这个时候黄启涵 还打电话 还断断续续有联络到 不幸的是 我告诉你 他们怎么沿路回去找都找不到 两点半 下午两点半之后 完全断讯 黄启涵断讯 这个时候山下的救难队 已经上来找了 立刚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 结果呢 包括他们自己登山队 还有救难队 通通找不到他 到现在已经第四天了 好 现在我们来揭秘 黄启涵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黄启涵曾经创下一天之内 爬完多少 骨关七雄 不得了 骨关七座三 表示他是一个非常 能力很强的登山客 他其实在登山界是小有名气的 很厉害的一个人 体能非常好 能够创下一天爬完骨关七雄 你想想看 他的经验是不是很丰富呢 为什么多待两分钟 就不见了呢 这山透露的什么诡异呢 你刚才其实这里面有玄机的 你知道黄启涵 他失踪的地方在哪里吗 在哪里 他就是在圣林县那个地方 什么叫圣林县 圣林县指的是 来 我们来看 这个大坝间 对不对 这是雪山祖风 圣林县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雪山山脉 从大坝间山到雪山连峰间的 山林县 你说的就是我现在画出来的 这一条山林县 对对对对对 哇 你看 这一条就是一直从大坝间山 一直到雪山 雪山祖风的 山林县 对 就是这一条了 但是为什么称作圣林县呢 因为难爬嘛 对不对 当然难爬啊 拜托 这一条都是百岳 没错 将近快要 高度都在三千公尺以上 没错 好 将近八十多年前 日本的登山客 召紧铁太郎 他攀登大坝间山 成功 他你知道他那时候成功的时候 发表一篇非常美丽的文章 他说 这神圣的林县 谁能正在完成 大坝间山到雪山的重走 就可以带上胜利的荣冠 他续说 他这次 他的感觉的真与美 这也是泰雅族的 生活的领域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一趟路上很多碎石 非常难以攀爬 对于登山客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 所以最多离奇失踪的案件 也发生在这个林县上面 上个月25号 记不记得一对退休老师 对 我告诉你 也在盛林县失踪 对 跟这次黄启涵 两分钟就失踪 你不觉得这里面都透出一个 诡诀的气氛吗 我们希望黄启涵 他能够顺利平安归来 他的登山经验 已经有30多年 很丰富 他在山中 希望能够生存 但是大家要注意 今年的山区 温度降得比往年都还快 11月份 整个3000公尺以上高山 全部都已经结冰了 你前往山区 要特别的小心 但是说到登山 有一个登山客 他到了百岳去登山 登山结果失踪了 许多的队员找不到 救难队员也上去搜寻不了 结果在两年之后 突然发现他了 穿越 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叫做周冲坤 这个登山客 他是这样子 他去爬那个玉山 那时候他也是冬天去的 那他是爬到 就是说他跟一群登山队 去登顶 那他登顶之后 因为大家都 也是都在那边拍照 那大家准备都要 都已经踩完山脚点之后 要下山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周冲坤 他往那个东风那条 那个路走 就往下走 所以有队友已经有看到他怎么自己一个人要往那边走 大家都没往那边走 为什么他要往东风的方向下去 因为奇怪 因为大家已经准备要下山往排云山庄的路回去了 那东风那是又一条 那是另外一条路径 就这样子两三分钟 追过去就没看到他的人了 那后来他们这些登山队 赶快就求救 求救就请那个搜救队上来 那搜救队在这个整个这个玉山的那个 这个祖峰的山块 这整个地区 在这边搜救了整整一个月 都没找到 后来就撤掉了 撤掉以后 这个周冲坤 他就从此就失踪了 失踪之后 没想到 整整在两年后的同一天 两年后同一天 他既然又只有在这个 这个他们当初 他往下走那个建沟那个地方 就出现 整个人就出现在那边 等一下 那当时救难队 登山队的人 不是在那边都有搜寻过 完全没看到任何人 那为什么两年后他又出现了 对 而且诡异的是 他出现的是他的遗体 人已经过世了 已经过世了 可是他遗体既然是完整无缺 就是说 什么完整无缺 就是两年看到他之后 他没有 大体没有什么损害 就是说整个人这样子还完整无缺 但是不对啊 台湾的山脉到了夏天的时候 温度也都有在摄氏15度左右 又不像那在俄罗斯那个地方 到了那个北极的荒原地方 温度都在零下二三十度 长毛巷才能保存在那里啊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 这个这一次山脉很诡异的地方 两年了 而且是隔这么久 他既然 他只可以保存完整无缺 到现在这个在登山下还是没办法解释这件事情 就是说非常的离奇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那个古关七雄 那个古关七雄 有一个叫做波金加山 其中一座 那也曾经发生过一次 非常离奇的事情 那个波金加山是这样的 他是有两个登山客 他上去爬这个波金加山 那他们已经登顶了 登顶之后 他们就准备要下山 结果在下山的途中 刚下山没多久 其中一个脚突然间扭到了 那他扭到的时候 就开始就 就有点行动不方便了 那另外一个他的队友就说 那我下山去求救 请人帮你背下来这样子 那他就赶快要下去 去求救 那还好是他们手上 都有带那个无线电 那他就跟他 所以还可以沿路的时候 还可以通连 对他们就说他就跟他的队友说 我随时都一直跟你保持联系 那我赶快下山 那他 那那个脚上面那个队友 他虽然扭到 他可以还慢慢一搏一搏地慢慢走 那他就这样自己慢慢走下来 那这个队友他赶快先冲下去 没想到他走到那个钢石 他们上来有一个插路 遇到一个人 那个人就一直对着他指着 往左边走 叫他往左边走 结果他就觉得奇怪 我们当初爬山上来的时候 是从右手边上来的 那照理讲 我要从右手边下去下山 那这个人他怎么莫名其妙 为什么叫他往左边 对因为往左边走 结果他觉得不对 而且他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所以说他就不理他 他就赶快往他原来路线下山了 所以他没理那个人 没理那个人 那他在下山过程 他还是跟他的朋友都一直 受伤那个朋友 一直都有联系到 都一直联系 没想到他来到山底下的时候 突然间他那个朋友 突然间就断讯了 什么讯号断了 对讯号就断了 他怎么呼叫 他也都没有在回应了 他就紧张了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所以他就赶快去报案之后 后来那个搜救队就跟他上来了 警察就跟他上来 结果他们上来到他 刚刚半路上遇到的 那个插路口的时候 怎么有听到他的朋友 好像微微的那种声音声 在那种哀嚎的那种声音声 他说 他朋友是不是在附近 所以他们赶快往这个 左手边那个插路看 等一下 你说的左手边插路 不就刚刚之前有个人 指示他要走的那条路吗 对 就在那边 结果他怎么听到 他朋友怎么 有在那种哀嚎声 结果他们看到他朋友 竟然卡在一个树 就是一个断崖的树那边 还好没有掉下去 结果他们说 就是赶快去把他拉上来 没想到他拉上来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刚刚就是 来到这个插路口的时候 突然间就是看到 也是看到一个人 那个人是一直指着他 叫他往左手边走 往左手边走 那他因为他是第一次来的 他就对这边不熟悉 他以为是真的是往左边走 没想到一走 他就掉下去就整个人 走过去原来就掉下悬崖了 对 就滚到悬崖 还好是他被那个树卡住了 那最可怕的是 当时候就在找到他的时候 没想到旁边发现了一个白骨 等一下 你说旁边有白骨 对 就是 有另外一具人的尸体在那边 对 有一个人的尸体在那边 遗体了 正遗骸了 遗骸在那边 那他们看到那遗骸穿的衣服 就是他们之前遇到的那个人 指他们往下走的那个 所以说那个到现在 后来他们把他就还知道说 这个是当时也是在爬山 不小心掉下去的一个登山客 到了山区你要爬山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路况要小心 第二个 有些人的指示 你要特别的留意 不过说到台湾的山林里面很诡异 到了四川那丛林当中 四川又在盆地里面 四川里面有更多奇怪的事情 他有万兴人般的高科技 另外有雷神索尔的神术 再加上埃及的金手杖 是的 立冈 其实讲到这个27年前 有一个老农夫 他就跟一如往常的一样 他拿他的锄头 就去农里面的农作 他想锄啊锄 就一锄扛下去 就锄头敲到东西 双手一码 好痛 他想说 敲到石头了 敲到石头 就一翻开不是 好像敲到金属的东西 他以为是不是 以前的炮弹什么 他就小心翼翼把它翻翻 翻开之后 结果是 一发现出土什么 出土一个非常非常神秘 而且非常可怕的一个面具 或是一个人头像 就像现在就是画面这个 什么 这个居然农夫在挖 耕田的时候挖出来 他就挖这个东西 你看 这东西怎么很像什么 他想说 是不是挖到以前的神像 千里眼顺风鸥的神像 因为耳朵大大的 眼睛吐出来 耳朵大 嘴巴更是到了 整个脸颊这么宽 他整个笑起来 嘴巴真的是与尖同宽 一直整个嘴巴到耳后这边来 所以他觉得说 这非常非常夸张的神像 他觉得说 这好像不像人 又很像是那种 以前后会想说 是不是有什么寺庙什么的 老老夫他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于是赶快通报 打给公安 打给当地的考古队 当地的考古队一看 惊为天人 这个东西 挖到饱了是不是 挖到饱了 真的挖到饱了 他这已经5000多年了 对 他这5000年的历史 而且他这样子的整个的工艺技术 你去看我们整个中华文化 整个历朝历代里面 青铜器 他整个工艺最高是什么 最高在夏朝 夏朝距离大概现在 差不多4000年 也就是三星堆 它比夏朝 差不多早了1000年 而你去看 这一个 这个是夏朝很有名的一个出土文物 叫做夏朝的青铜雕花龙文顶 而它这个整个雕花龙文顶 它上面的整个雕工 铸造的整个工艺 跟刚刚出土的这个比起来 你会发现 右手边这个 三星堆的 这一个出土的青铜神坛这个面具 它的整个工艺的技术造型 好像比这个青铜雕的龙文顶还要高 没有错 还高段多了 比夏朝早1000年的文物 居然它的工艺技术 超过夏朝当时的水平 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水平 而且不只挖的东西 挖到的品项非常非常多 甚至挖到一个什么 挖到了一个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像 一个铜像超过它的这个 陈志伟什么 东方巨人世界铜像之王 这个青铜像高170公尺 170公尺差不多就跟一个成人一样高 而且它的基座 170公分 170公分 而且基座有2.26公尺 你说基座有2.6公尺 高度是170 重量高达180公斤 这样子在5000年前 有这样的一个出土文物 它让它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在那5000多年前 怎么会有这样的科技 可以铸造出这么高的一个人像 所以说这个三星堆的文物 到现在海流下非常非常多的谜团 所以又有人说它什么 它说是世界八大谜团文明之一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更神奇的 它挖到什么 挖到金层层的面具 而且这个金层层的面具 挖了三个面具 这个面具出土的时候 还金光闪闪照理的时候 像这样的金面具 以前的冶金层 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这样子的金 有含金的面具 埋在土里面 经过5000年来 应该它是已经有氧化情况 但是挖出来的时候 其实光彩夺人 等一下 问题是四川那个地方 还蛮潮湿的 为什么还可以光彩夺人 对 这一句说 表示它什么 表示它冶金层层非常的纯 才可以让它整个黄金的 整个表面 还是有色彩没变 另外还挖出了1.42公尺 140公分高的金权杖 金手杖 这个是让它觉得最怀疑的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中国古代 你看 金权杖出现了 你有没有看到 140公分长 这么长的一个金权杖 你要知道 全中国整个 我们中华文化下来 没有一个朝代的君王 是用权杖 这个有权杖这样的记录 会来哪里会有 古代文明里面 你去看圣经 旧约 出埃及记 法老 他们是拿清权杖 埃及人拿权杖 法老用的一样 神经传奇里面 用的也是这样的权杖 亚洲的国家 没有我们 我们整个中华文化里面 是没有权杖这些东西的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另外 它还有一个 跟雷神索有关的 一个通天神术 这个是非常非常 让人觉得非常离奇 因为雷神索是北欧的神话 对 它出土了一个通天神术 这树上面它分三层 每一层有九只金鸟 照整个考古学家看 它最上层因为已经坏掉了 这样出土之后已经断裂了 所以说照理说 它最上面应该还有一个 上面应该还有一只金鸟 这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 就像雷神索尔 它来自哪里 来自阿斯加 阿斯加这个国度 它连接底下九大国度 怎么跟这个不谋而合 又有人说这个是不是 你这牵扯太远了 以前后裔 中国传统故事 后裔设下九个太阳 升个太阳应该有关系 可是好 你说 它可能是跟后裔的故事有关系 可是这金权杖又怎么说 所以有人说三星堆文化 它到底是中华文化吗 又不像 它又参查了很多埃及的古民 或者是人家说 根本就是不是地球文明 三星堆文化 看看在那四川的山里面 而且是五千年的历史 这样的科技怎么达成的呢 比iPhone还厉害哦 休息一下 来揭秘